感謝您再次收看給您信心讓你吃定心丸的敬則解盤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今天还是属于盘整出标股 等一下我一档一档介绍给各位知道 盘整出标股的非常重要的题材 而且今天来我说过要想办法给各位定心丸 让各位有信心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各位注意一下下 凡是月线还稳住在这个所谓五月月线 这里是5MA 凡是月线还稳住在这个上升趋势线 偶尔会有下影线 但是每一次月线都守在这个上面 代表大户代表法人持续做多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 多头绝对没错了 那么第二个情况 请各位留意一下下 多头没错的状况之下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什么呢 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你也不要管它过高了 也不要管它或破低了 反正过高会拉回 破低会反弹 这个整体的格局 它就叫做一个多头性质的盘整 震荡幅度不同 所以请你记得四个字 多头帮助你信心 盘整帮助你定心丸 那就对了 你说老师啊 盘整什么意思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涨了这么久 然后这个低点 很不容易被跌破 这个低点 因为各位你想想看 已经谈了多久 谈到现在几乎百分之百了 如果你从电子股上面看的话 几乎回到原点上面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谈得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你说要马上明天跌破 后天跌破 那个可能性都很低啊 我认为在五月以前啊 那么还是会继续盘整 五月以后 如果你看空的才可能跌破 如果你看多的才可能啊 这里正式被所谓的穿越呢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管从大格局 我们刚刚跟你讲过 月线叫做多头 中线上面的 你用周线看比较准确 因为周线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你不要小看这样啊 这样是代表12月份到现在为止呢 你不要看每一天的涨跌啊 你看那个一个月 两个月的涨跌的时候 或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涨跌的时候 答案几乎都一样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盘整格局 盘整格局定好策略 按照我的流水理论定啊 如果多头的话就用力做多 空头用力做空啊 盘整格局请你记得 而且是多头 涨了一段之后的盘整 注意哦 如果是这种叫做什么 这叫空头啊 跌了一段之后的盘整啊 所以这地方来讲的话 反寒你还是尽量站在空方 除非它有突破啊 所以各位啊 目前来讲的话以大盘 我们还是以大盘 因为大盘又不是同志 以大盘为主的话 叫做多头整理的话 第一个中小型人气股 什么股票 大家都知道嘛 比特币概念股嘛 对不对啊 你今天看它好像什么利空来了 明天看它又涨停了 这叫中小型人气股啊 第二个盘整出标股 今天就要跟各位讲 什么叫盘整出标股了 标不标啊 KY大峡股标不标啊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讲了很多次啦 KY标不标啊 同样的焦点题材股 今天焦点题材股就是这个啦 这个这个 哇 那几个代号多少 各位看到没有 LED方面 还有一支叫 3437的融创 对 因为同样的 晶电被踢出来 融创进去 要做MicroLED啊 这叫焦点题材股啊 最后把握住高出低进的原则嘛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你不知道题材啊 你不敢买啊 你不知道题材 台湾题涨上来你也不敢买啊 生技股涨上来你也不敢买 汤匙涨上来你也不敢买啊 不知道题材你不敢买啊 所以你要想办法来找题材啊 你要想办法来找我 我不但从格局上面能够帮助你 连题材我都能够帮助你 我甚至必须要讲一件事 因为行情在我的眼中啊 根本就很简单啊 我一直跟你强调行情在我眼中 我解读的时候非常简单 方向绝对不会给你解错 你说老师这个时候我们来放空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真的放空的话 那你真的必须要想说 你这个问题问我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老师他又创新高了 老师我有空单 然后融券接下来 准备要开始强制回补 我问你一件事 从这里开始 你强制回补会回补在哪里 回补在这里吗 这个可能这样 每天跌停百也跌不到那里 有人从一开始就不断的放空 所以行情要多头整理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多头盘整 多头盘整 把握每一个底部 今天又来一个了 各位看到没有 把握每一个底部 今天上尾控股也大涨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很早以前我跟各位提到说 请你注意哦 城市当中的宣导智慧萤幕 然后接下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订单 什么惊人的订单呢 一带一路的订单 天啊 一带一路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一共有两条 一条呢 从云贵高原这边出去 一路到印度 一条呢 从敦煌出去 一路到欧洲去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中间经过几个国家几个省啊 那可能是台湾的 我们算过耶 最起码四十几倍耶 高速公路算起来的话 各位啊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他从头到尾一直涨一直涨啊 包含今天我本来要买 没买到的时候 赶快去买他妈妈 他妈妈是谁 湯石照明啊 湯石照明他投资大峡谷啊 潜在利益四到六块钱啊 光大峡谷 他就赚四到六块钱 况且他自己本身 本业上还是赚钱哦 赚三块多哦 今年还要配两块三给你哦 亲爱的投资朋友 说不定将来湯石照明 涨得比大峡谷更凶悍啊 因为各位看到没有 两支股要同时涨 听吗 这是我今天非凡连线的时候 直接跟各位报告的啊 我说你不知道提材 你根本就不敢买啊 你说老师 湯石照明干什么的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敢买 大峡谷做什么的啊 这投机股啦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最多人讲 翰逊是投机股 最多人讲四季刚才是投机股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讲说 这些劝单都不晓得怎么办啊 最多人讲2327的国巨是投机股 不能涨上来 国巨你也当它投机股啊 这样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你不能因为有股票涨上去 有一天它跌下来了 我说过真啊 有股票涨上去有一天它跌下来了 8044的往下 有一天涨上去之后 有一天它跌下来了 那么它已经走入一个空头性质的产业 这个是我们另当别论啊 你不能说因为有些产业它走进空头 就全部的股票都是空头啊 甚至它人家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就在喊空啊 4972按错了 4972人家还在上涨的时候 你就开始喊空 那是错误的行为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在这个盘整的过程当中 我坦白跟你说一件事 我的工作团队 还有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 真的也很辛苦 因为呢 有些题材它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时候 跟它以往的性质都不相近 所以你也没有空去做它 甚至呢 你的会员朋友可能已经买进了另外的股票 所以看说 哎呦 怎么还有比它更飙的 那你没关系 有赚先赢啊 我问你一件事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请你注意一下一下 它也是个标准的头肩底啊 我问你一件事啊 我说过不可能全部唠叨 各位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也是个 如果从周线上面看的话更明显 是不是个从底部上面冒出来的 出大量的个股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有些时候呢盘整啊 我一直跟你想要 要把握住每一个底部 把握住每一个底部 上尾控股风力发电的 你不用担心 就是会轮到你 盘整你要把握住每一个底部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是不是一样又上来了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题材如果你还不知道 我还真的没办法 上尾控股风力发电 这应该你知道吧 我敢说汤匙照明这个地方 恐怕很少人知道啊 那这个题材你应该知道了吧 还不知道 那这个题材更不知道了 更不知道你怎么敢买啊 我就问各位一件事啊 盘整的时候是干嘛 我说真的一件事 盘整的时候啊 是给专业的研究员 研究员还比我们分析师啊 可能啦 知道的还多一点点 不过呢我就是研究员出身啊 盘整的时候真的是研究员啊 不小心我就研究到这次了 那你就真的赚到了 但是你要敢买啊 研究员 或者说我直接讲一件事 先了解很多个股它内部的人 先了解很多个股内部的人 先赚先赢啊 这就是盘整啊 你说当初6150的汉讯说 哎呦我们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说我们要准备赚五块钱 我们说哪有可能啊 拜托好不好 你前一年 你回头想想看它前年赚0.43元啊 一年只赚0.43元哦 结果一季赚五块多 你说怎么可能啊 结果哪晓得啊 有的时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哎呦我今天挖比特币就要显示卡 要显示卡没有人有啊 因为显示卡以前没有人要做啊 结果就这么大涨了 它的反应其实是等于啊 等于像这样的国具啊 三年的反应而已啊 因为国具到现在三年的 也没有人要做被动元件啊 也没有人要做低润嘛 因为这些过去都是大赔钱的产业嘛 大赔钱的产业 结果呢 现在都出现什么 复苏期啊 1786的科研 各位注意一下下 真的是大赔钱产业啊 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 哎呀做美容是赔钱啊 做美容没有人要 而且越来越多糾纷 台湾的店越来越多 哪晓得现在改做什么 改做孕妇方面的生意结果又大涨了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这叫复苏期啊 很多股票现在还在复苏期啊 复苏期的时候就像低润 就像什么 就像被动元件啊 像Flash望虹啊 没有人做 结果现在显示卡咧 哇一卡难求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叫做一卡难求啊 所以请你注意哦 你一定要去注意什么东西 是新发现的个股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跟你讲啊 现在一条低润难求都出现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包含了什么 我认为联发科最近为什么很强 过年前我跟你介绍联发科 最近为什么这么强势 就是今年联发科有一点点像复苏期哦 还有人说现在准备呢 有美国企业高通要来给他买 我说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他还跟腾讯终于组上了AI大联盟了 那么去年的联发科你做的晶片 嘿嘿对不起啊 我对于你的晶片没有兴趣 这样价他多少 52块啊 我对你的晶片没兴趣 为什么因为我手机都卖不出去 我要跟你谈晶片 但是现在呢 手机现在结合什么 AI大联盟啊 你看腾讯是做什么的 这里是做什么AI影像技术啊 这里是做什么人脸识别技术啊 我腾讯做无人商店的时候 有你联发科帮忙做智慧音箱 有你联发科帮忙做智慧手机 拿着手机就等于到我腾讯的超市来消费了 那还得了生意多大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不要小看啊 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啊 很多股票在复苏期吧 很多股票在繁荣期吧 这里的股票真的比较少啦 你要放空的话 这几档我倒是觉得说 好这里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衰退期啊 这个叫什么 衰退期啊 这个叫什么 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付出 这叫衰退期的股票 甚至叫蕭条期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 全台 台湾不是只有这三档股票啊 你要放空你去找那三档 其他人家强势股 就一路上涨了 你还干嘛 有的到繁荣期啊 繁荣期股价不容易创新高 但是呢 物价还在涨 你说对还是不对啊 物价还在涨 你说对还是不对啊 细晶圆也是物价啊 那有的在复苏集 开玩笑 你就去这个地方 你就给他KRG 你就死定了 因为你说没有赚钱 怎么突然赚钱呢 那你现在去空焊讯 跟请问一下 跟所谓的 那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啊 一年前的十二月份 空南亚科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一开始说 没有啦 这怎么可能会赚钱 结果现在人家赚这么多啊 欢迎你想尽办法 把复苏期 把繁荣期 把衰退跟蝎调期 分辨得非常清楚 产业的黄敬哲 接下来还要告诉你 你不知道的题材 所以呢 很多你不敢买 但是跟上我 你知道了 接下来 掌底板就要属于你哦 欢迎你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如果想要参加黄老师的会员 请拨打电话 02-2752-5868 或者是拨打104查询 陈通斗固 以免上当而让财富 遭到损失 参与策线 02-2752-5868 陈通斗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肯定 天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通斗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股往福利 陈通斗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盘整时间两件事情 也可以训练也可以修炼 你说老师训练什么修炼什么 讲得好像有点悬 注意 训练你高出低进 盘整出标股 不要看指数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 指数真的不用看了 指数反正不会过这个高点 法兰不会加码 不会这个低点 法兰也不会解码 不要看指数了 那你要看个股 你要训练自己操作的能力 跟选股的能力 还有呢 训练自己 培养自己的修养 中庸之道的能力 你说老师 什么叫修养跟中庸之道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现在就是培养中庸之道 你一定要培养自己 正确看股票的一个情况 各位注意 当这个行情 一路杀杀杀杀杀杀 杀到大家都害怕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情是够稳定的 如果你对股市的修养是够的 你会知道说 我跟你讲 融资大减了59亿 代表什么 代表很会追股票 很会追高的人呢 已经都退场了 那已经都退场了 就是很可能就要产生反弹 尤其是融资大减之后 融资的减幅 大国大盘的减幅 然后我跟你说 反弹到0.5 10818点的时候 10808点 10808点 那个时候呢 就准备再往上做挑战了 但是呢 一旦拉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这里你说马上要过关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算太大 因为刚好碰到所谓融券回补期 融券回补期的话 融券你不要 输钱也是股票市场的成交量 融券虽然是输啊 做空的虽然输 但是是属于成交一部分 他没有他们 股价是不会过高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股价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盘整 这个盘整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中庸之道 什么叫中庸之道 第一个 低点要看得出来 第二个 高点要知道要退啊 别人很热 你不会觉得很热 别人很冷 你不会觉得很冷 这叫中庸之道 你说老师 那这里创意是不是低点啊 我们看好像到这里 我说不对 用眼睛看不对 如果你能够真的提高你对股市的了解的话 用什么 用你的心 用筹码去看 换句话说 在最近假如对创意有一个所谓的 比较大一点的利空 然后又没有跌 那假设就算他不是跌到这里 是不是低点 那当然是喔 我现在告诉你 那很多人说 那是比特币啊 这个东西啊 什么绝对一定是假的 有人说绝对一定是真的 我说这个都不叫中庸之道啊 我说比特币最简单啊 你就把这个地方这样想啊 哈 货币比较强的 他当然说比特币是假的 你不如用我的人民币 你不如用我的什么 美金啊 我先告诉你人民币现在很强 但是以后未必啊 我只能告诉你这句话 你不如用这些啊 台币现在很强啊 ok 对不对 那哪些比较弱 什么委内瑞拉币啊 什么什么批索啊 哪一个国家我就不讲啊 南美洲啊 你还听过什么 马达加斯加币啊 哦那不得了 要几十万换不到一块钱美金啊 那货币比较弱的国家 当然会说比特币很好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G20对比特币高率侵犯啊 那G2呢 G2就是指那个中国跟美国啊 你看这些所谓的阿根廷啊 各位看到没有 来来来 这里阿根廷啊 这些东西 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没有 这些公司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啊 大家都知道说 大家对他货币没什么信心啊 所以呢 比特币就是比强势货币来的 没受到认同 比弱势货币受到认同的嘛 所以当初我跟你讲说 再怎么差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要用比特币来特币跟我交易 我说ok的 你要参加我会员ok啊 但是你不要拿委内瑞拉币 还是非洲币来 我就不接受了 你说老师那我拿美金呢 当然我接受啊 拿人民币来我接受台币我能接受啊 因为这些国家都很稳啊 懂我意思了没有 你国家不稳的人 他都喜欢用比特币啊 所以你把比特币看到说一文不值 那是假的 绝不可能 你说啊他一定好到什么 我现在话跟你讲明白了 比特币好到比黄金更好 那也不现得是真的啊 有一天全世界都停电了 那只有黄金值钱啊 比特币怎么会值钱 比特币你要开电脑才用得到啊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假设有一天啊 世界大战 当然这讲得很不可能啊 世界大战啊 全世界都停电了 那比特币当然不会比黄金值钱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用这种中庸之道去想就可以了 不用想太复杂 不用想太多 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比特币就是比什么 比第三世界国家值钱 又比什么 强势货币稍微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保存价值啊 但是他是不是一种货币 已经是了 我已经告诉你说 他就是了 他不会跌回原点 那么有机会挑战前面高点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货币 完全全新的货币啊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底部啊 年初的时候 我100到174就带您做过了 到了年终的时候呢 200到250 后来300到370又再来一次啊 过年以前370又再来一次 所以去年的创意我们可以这么讲 每次进去每次赢 每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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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子一直做 就要一直做 说真的 这次萊特币比比特币还来得更强啊 这一点我还是没有完全想到 但是我有给你推荐说 哎 印太也加减可以做啊 因为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以太币呢 这次因为说他挖矿机来讲的话 用72GB的比512GB的多了 140倍 这是我独家跟你讲的啊 黄静泽独家告诉你的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我独家告诉你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把题材搞清楚了 思想弄清楚了 股票市场是不是你钱就赚得到 还有人说9958的四季缸 这只股票啊 投机股啦 我说不用讲 我之前跟你讲大雅的时候 你说这也是投机股啦 还有人跟我讲民进党没有用啊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 我虽然不喜欢讲政治 但是请你好好想一想啊 请你好好想一想啊 至少啊 目前为止好像目前 要挑战执政党的机会没那么大 因为赢 这次民进党赢很多啊 我直接告诉你 就算下一个党要拿回来的话 恐怕要两三任啊 你自己去评估看看啊 股票市场我们只讲究 到底谁大谁小 我们不去讲谁对谁错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讲谁对谁错没有意义啊 你说川普是个坏人 习近平是好人 这样讲也不对啊 习近平坏人 川普是好人 这样讲也不对啊 我们不讲好坏的 我们讲谁权力大啊 这两个人权力都很大啊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啊 你不要讲说哪一个执政党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你不喜欢 你有这种的话 就违反了我跟你讲的中庸之道啊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世纪钢啊 我就不喜欢那个EPS比较低 但是请你注意一件事 本利比高不代表这个股票不好 本利比高所代表是 这个股票可能先发生的事情 是在它的展望先被大家掌握到了 各位看到现在满报纸都是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回收期15年了 今天报纸不是给你写了 那么包含我们国内的银行 包含丹麦的哥本哈根国家基金 包含英国德国啊 这么多公司通通跑来台湾要抢风力发电 因为台湾你看澎湖那个地方 那个风吹有多大 你去马公去看一下你就知道 马公的树啊一半涨 树叶一半不涨的 为什么被风吹的那半 树叶全部掉光啊 你就知道那个风有多强啊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风力发电厂 一个在英国的英吉利海峡 一个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外海 还有我们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里面如果真的评估的话 台湾海峡的风还比那个 英吉利的风大很多 所以期待投资朋友啊 我说你有这个不知道的利多啊 你要注意到这种风力发电的概念股啊 期待投资朋友一档接一档又上去了 一个接一个上去了 你去怀疑它这些题材 尤其盘整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什么叫盘整 台积电涨一下跌一下 这还是有幅度的哦 没幅度的就这样子而已 长一天就休息了 更没幅度的 你看你说你是法人你怎么做啊 你是法人你怎么做 而且这算起来可能只有几块钱而已 各位看一下 法人最喜欢做全职股 他没办法做啊 那这种状况之下呢 法人只好把自己的资金 来找所谓真正具有什么 具有基本面的一个 所谓的中小型潜力标股 到现在为止它还在持续的往上高 我真的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你手上有龙券 然后股价又创新高 你手上有龙券 股价又创新高 你手上有龙券 股价又创新高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 你看这个是不是回补到最高点 这每个都在回补啊 都在回补在145 现在投资朋友空在哪里 空在100啊 这样损失不是45块 这样损失的话 因为是用龙券是算90% 这一个一个都在断头 现在也没办法 它越嘎越上去 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 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 方向绝对是多头 我已经跟你强调很多了 那既然怀言已经上去了 这个不知道题材你不敢买吗 我明天再告诉你这是什么题材 就快要发生了 三月底就要发生 到处可以看得见 股票市场能够预知未来题材的 就是真正的赢家 想跟上这个新题材概念股呢 欢迎你 赶快播透我们的专线 今天前面五个 我亲自告诉你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